曼光仔 康總 什麼總啊? 我都說了,沒有愛人的時候叫我祖哥 祖哥,怎麼樣? 小飛和曼光仔呢? 他們請假 請假? 康總 兩位大臣,請問現在的怎麼樣? 多少錢賣錶? 沒有大錶,不知道幾點 這麼大個鐘,你們看不到的嗎? 十點十分啊 足足遲到四十分鐘 不要說我不提醒你 你這個月已經遲到三次了 按照公司的規定的話 我現在可以馬上解僱你 那如果你馬上解僱我的話 那公司怎麼辦? 最近有這麼多客戶,催貨 如果我不在,公司就糟糕了 我聽聽的意思好像在要脅我 你不要以為 現在公司人手緊拳,我就不敢解僱你 康總,你敢不敢解僱我們 我不知道 我現在正式通知你,我不做了 消費的確很高,對吧? 所以那些打工子女 他們的生活壓力也很大 是啊…但是我有心無力 所以我問了有銀,有銀說 你有間屋子就刺著在那裡 你就是想誠叔租一間屋子 讓你做員工宿舍? 是啊 話說回來,我們用算盤打得稱為親戚 那倒是 是吧?那我們由資金之底 你開了聲,沒問題 誠叔,我就想聽你這句話 不知道那個租金方面… 好說好說 朱利安 這麼多電線放在這裡,因你踢到人了 沒有,我的房間不夠插座 拉個插座,插個一條音台 唱歌仔而已,一會兒搞定它 這些電線會不會一文漏電引起火燭? 你給我定,我專程去電器城買的 魚架包換 一箱二箱都在這裡 你要當這裡是倉庫嗎? 對了,小飛 你好 程叔,我跟小飛說過 這些箱子不能放在樓梯間 阻礙人家很有安全隱瞞 快把它搬進去 很想 但我把房間裝滿了東西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麵膜 我這陣子入了一個微箱裙 這隻麵膜很欠的 我打算賺點零食錢 那你也沒理由 在酒火通道 可大可小的,你知道嗎? 等一下,我明天搬回去 程叔,我扶你進去,坐一會兒 程叔 這麼巧,這麼有閒情日志來看 沒有,我上來看一看 誰知道看一看 我今晚真的睡不著了 睡不著了 睡不著了 喝兩罐啤酒就睡了 我剛出去買齊的材料 我們準備了打火鍋 可賀我們這個 新的員工叔叔的任何 是呀 程叔,可不可以上來一起喝兩杯 是呀 要餓我打火鍋嗎? 是呀 我嘴好一點 這樣,正宗朝聖手打牛肉丸 是呀 這樣也不一樣 我最喜歡吃手打牛肉丸 是呀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喝酒靈慾 都唯有醬意的法師詞 怎麼樣? 程叔,像柳藝一樣 紅粉花菲,多喝了你 不,跟那些年輕人喝了幾杯啤酒 這麼晚去哪裡? 我是列村的消防責任人 我告訴你,我們列村是高危地區 消防大檢查一定要查我們這些地方 人多扭物,電線亂拉 一旦合作了,好得人害怕的 你是消防責任人 是呀 不過是義務的 要不需要這樣做? 你以為我想的嗎? 程叔 我真是好服現在的人 完全是不害怕的 不知害怕的 電線亂拉,雜物亂放 還有呀,說打火鍋才香 室內都敢要明火來打火鍋 你說真的行不行人怕? 不看不行的 喂,風高麥醋的季節 就怕火燭 現在這麼潮濕火燭 真是 再說呢 就算有甚麼事發生 合同社好了 有甚麼損失又租客負責 我們沒事的 程叔 那你真是…錯了 出租屋,管理辦法明文規定 房東是要配置所有消防設備 和逃生工具的 第一時間要先查你 有甚麼依族的話 為錢銀事小 人命關天 先查你房東 你作為這個列村的大地主 千萬不要因小失大 按你這麼說,有甚麼事發生 我就抓人家的房子 首當其衝 真是,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我還是要教那些年輕人 做好安全防火 阿妹… 阿妹… 程叔… 早… 我告訴你 今早早我叫師傅 過來裝煙霧傳錦器 和火災報警裝置 你們趕快把走道的雜物全清掉 不要妨礙師傅做事 你不是說清楚了,教而不善 朱莉安 我告訴你 你亂拉電線也很危險 你知道嗎 到時電器短路 電線發熱都會引起火災 萬一火災燒死人 你洗乾淨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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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好他們才行 我有管 不是呀,程叔 你翻臉也挺快的 昨天打火鍋那時候還跟我們說 大家住在一起 以後就是一家人 那天下降下來,有我頂著 你說起打火鍋我就想起了 喂,你這樣的電磁爐 沒有三次證明的 就是劣產品 趕快替我調掉它 不是吧,程叔 正好買的,都貴的 我不管你什麼時候買 反正我現在跟你們說的是 消防安全知識 知道嗎?知道 知道 你別當我的說法耳邊風 知道 我走了 再見,程叔,再見 好,程叔,再見 等一下,程叔,再見 不理他,不理他 正好買的,你又扔掉它 都可以 買了這個,買回一樣的 換個顏色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糟糕 糟糕 你好 喂,程叔,準備 正換綠豆沙 蓮子熊的臉口,這麼開心 最近睡得早又睡得好 那臉色就好了 我都說了 最近我經過你那些出宗屋 撿到樓梯企利利 電線就像大姑娘梳頭一樣 梳到鬼那麼骨子 盜絕安全隱患 大家就高枕無憂 多好,一定要堅持下去 還不用你教他出來 綠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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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搞錯 都要搞這麼多東西 在酒房通不道 人家整齊 搞得他們都不怕 喜歡你 我最清楚這根 各位老田 想不想在我們網上會做些什麼呢 快點打上 看而已 好吧 喂 對啊 石叔 你們有沒有搞錯 點蠟燭給我的布 在這裡像一個寧廠一樣 沒錯 大家知道什麼寧廠 是直播室 正確 不管直播室還是手術室 正確 總之在室內點開蠟燭 萬一燒就放火 就引起火災了 大哥 我說了多少次 你們怎麼進入了呢 壓進火災 真的 你們讀書的時候, 老師沒有教過嗎? 誠叔, 我就最反對了 我覺得直播不一定需要噱頭 唱歌、跳舞才是核心的競爭力 他們兩個眼睛是要點蠟燭 朱利安, 你也不要有口說人, 無口說自己 走火通道那些東西是不是你的? 全部都濕透了, 我叫了你們多少次? 走火通道不可以堵塞 你們都聽不入耳, 就是了誠叔 我說了很多次 不過外面的東西不完全怪我們 剛才搬過來 我們沒趕一次搬進來, 你就過來 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消防隱患不僅是堵塞通道、點蠟燭、打火鍋等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們存在了僥倖的心理 看來我也要跟你們上課才行 上課? 什麼? 什麼? 這是消防安全的手冊 裡面有提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還有他介紹了很多消防設施 和逃生工具的應用方法 我恨你們一個星期之內 全部跟他讀熟、背熟 我要隨時抽查 如果到時你們答不出的話 我拜託你們搬走 喂 你們兩個要不要這麼勤力 吃點西餅吧 成竹今晚是來檢查 都不知道會不會隨機抽猛 快溫多一會 是呀 我說你們兩個真是這麼傻天真 我們公司是給足三案一租的 簽合同 如果他趕我們走 即是毀約 到時要賠錢 誰同錢過不去呢? 是呀 是呀 誰同錢有仇 安仔 不過我想告訴你 有些人就不缺錢 吃素…你先坐吧 這樣吧 相請不如偶遇吧 我請你喝咖啡 請我喝咖啡 我也不會放過你一馬 消防安全關係到生死存亡的事 我怎會隨便放你一馬 來了 誠叔 你怎麼這麼多利胎 利胎人人都有 有什麼奇怪的 是呀 怎麼樣 誠叔 我之前看過一本中醫的書 說利胎的厚薄和顏色 可以給你啟示 看看 糟了 那條利胎還厚過那本新華字典 肝屈濕熱 濕邪入體 你可能有肝癌前期的隱患 找個醫生看看吧 理術中醫的嗎 不好意思聽我 祖哥 你真的看看這個情況 是啊 是啊 什麼話 這麼嚴重啊 好好好 我現在馬上過去 什麼事 關仔 祖哥你幹什麼 什麼事 這樣的 祖哥說 Coco姐懷疑有眼 背著她弱女子出家 她現在拿著棍子要去逐家 喂喂喂喂 什麼Coco要逐家 啊 阿祖有沒有說到現在有錢在哪裡 廣州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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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君仔 祖哥真的叫我們去 混交嗎 哎呀 混什麼鬼啊 我是作惡的 你猜想如果我不是這樣說的話 誠叔會不會自己走 啊 君哥仔 你真是狡猾而已 不過 他打給阿有銀的話 豈不撐煲 對啊 好啊 拖得一時是一時 除非你現在就想考試 是不是要考啊 我幫你考啊 來啊 哇 誠哥你幹嘛發這麼大火啊 那個君仔多虧死啊 明知道我準備上去檢查 他的女兒婆婆問題 嘛 誰知道他騙我說 有眼跟Coco打架 根本都沒有這回事 那個友仔分明是釣虎離生 不行 我現在馬上去突擊檢查 你不要這麼衝動 阿陳 什麼事啊 哇 這麼急 懶懶懶懶懶懶 懶懶懶懶懶 懶懶懶懶懶懶懶 有多分 你一個大延座搶屁 遼姐 姐姐,你怎麼這麼早呢? 是呀 我們昨晚通宵,君仔還沒起床 哥哥,現在幾點還說早? 兩個都在這裡,告訴你 這幾天,阿成叔有時去了香港 接下來這幾天由我負責做你們的 出租屋消防安全巡視員 負責你們的出租屋消防安全培訓 還有消防安全的知識,督茶 現在九點鐘還沒夠,何必這麼心急 碟姐,來,坐下,倒杯茶給你潤 說實話,唱了這麼久,都有點口乾 碟姐,別動 這麼嚴重?你看這個,是線頭,敢打線頭 哎呀,現在的衣服的質量是這樣的 我這件衣服買回來洗了兩、三次 她又脫線了 碟姐,其實你平時太節省了 穿了一些便宜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美麗是女士的本錢 所以有時候都需要投資一下 讓我過來,帶你去北京路,收拾幾套衣服 北京路?那豈不是很貴? 放心吧,我有幾個女友在那邊開店 絕對有情假 還有,不僅要衣服,臉也很重要 是呀 最近我當你還有這隻臉膜,超好用 蝶姐,你拿回去試試吧 我也有用的,你看看 是呀,超好用 那怎麼好意思呢 就當我們晚輩,孝敬長輩 再加上我們平時聽街坊 每個人都讚蝶姐,人很好 對不對?有肯幫人 最重要是我們列家村廣場 廣場無天后,對不對? 慢著,慢著 你們兩個傢伙又送東西給我 待會又讚我 有什麼企圖呢? 蝶姐,你真是美貌與智慧並重 其實我們做這麼多事 都是想你在成叔面前美言我們幾句 如果我們有一點不對的話 希望你可以跟成叔說好話 就沒什麼其他意圖 是這樣了吧? 好吧,見你們兩個這麼乖 好,你會做,我會做 絕對會做 絕對會做 怎麼了? 怎麼回事? 多過我們更急 你們來了就對了 這傢伙,我買了一個衣櫃 說明是送貨上門的 誰知他要收我百五元 你快幫我搞定他 大姐,為什麼跟你說我包送貨 沒有包安裝的 又是你自己叫我們幫你安裝它 好了,現在倉了之後 你又不認數 怎麼說的,你不對 那倒是 人家做了事 沒理由要人家白做 碟姐,不用激動 我們搞定要留多少錢 不行 不是錢的問題 是原則性的問題 你不是想拿八五元做和事佬 師傅 是的,你貨物出門的時候 有意跟客人說清楚 如果不包安裝的話 就說清楚他 終於搞定,碟姐 去安安穩穩 那喝一杯啡 我這麼大的兒子 真是最累的 更辛苦開OT 真是沒辦法 你想不想得到 碟姐年紀都不小 真是這麼好 每天不是跳舞 就是行家 還是就是看電影 其實想想 我們每天 與其花太多心機 哄碟姐 不如好好溫溫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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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大功告成,跑光了安全手冊 不可以做 你好,小朋友 碟姐 碟姐呢? 在打邊路嗎?正好 我買了手打牛丸 還有很多螺絲蝦 一起吧… 碟姐,這樣吧 我們已經吃完了 很飽了 而且我們趕著回公司加班 不可以陪你打 自己打 我買了很多 你很喜歡吃的肥牛 碟姐 其實這樣 休息一下 吃一下休息一下 這樣東西很快就吃完了 對 對了 現在我們已經查完安全手冊了 成縮回來我們也不用怕了 對 碟姐,我們要趕著走 我們先走了 來吧,你碟吧 自便吧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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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走了 多聊兩句也好 好,你不吃我,我自己吃 是 我先打個電話 喂,表妹呀 在做甚麼呀 看電影呀 電影哪好看呢 不如過來給我打火鍋吧 甚麼呀,減肥 你也兩百斤 減了二、三十斤 豈不是一樣那麼肥 一輩子兩姐妹 不是開玩笑也不行,是嗎 這是甚麼 有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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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這麼大烟烟 甚麼事 你幾個傲人真棒 我剛回來你們點火歡迎我 多應勁,多好 不是呀,成叔 你聽我解釋 本來這個火燭呢 你不用解釋 我也不想聽你解釋 之前我已經跟你們說好了 如果有甚麼事發生引起火燭的話 我要你們走的 你們就當我耳邊風 現在事情出來了 你不要當成叔沒有情面 這場火真的與我們無關 是嗎 是嗎 是碟姐打火鍋燒穿了些東西 幸好我們及時回來救了他 否則你的房子也不能安靜 是呀 據我說呢 平時成叔迫我們學這個消防安全搜查 是對的 否則我這次都不會用那個滅火工具 我覺得成叔是很有先見之味 阿碟 那這件事你搞出來的嗎 對不起呀,成哥 對不起呀 枉我這麼信你 把幾個小孩交給你 誰知道你騎身不靜 搞出這件事來 我看最需要消防安全知識教育那個 是你呀 成哥你原諒我吧 我下次不會的了 我做事一向都很均真的 正所謂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這次你接受消防知識教育的 真是在所難 發言火情 報警要早 保持鎮定 有罪愛徒 成叔,你交給我們這個消防安全搜查 我們已經背了滾瓜爛熟了 不如讓我們對蝶姐 做一個深刻的教育吧 好,就這樣吧 我這次不是麻鷹變雞仔 你倆受聲公嚴命長得我還要熬得 我們中了獎 如果你們真的有意思,免祝 免祝這麼著想? 火警響令 登記 我們中了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